小学生 客气了 我叫郭德纲 然后要隆重地介绍一下 客气了 来到了成都呢 那么 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到了 你先等一会儿 天赋之国 别提了 跟您上来点事儿啊 好的 以后你要不打算介绍我 就别往我这边比较一下行吗 不用介绍 怎么呢 都认识您 都熟 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不敢当 这是忠厚长者好人 您捧我 姓于名千字麒麟 那么 我是 行了 你这越说越离谱了 怎么呢 我怎么跟你儿子叫移民了 你跟他不一样 多新鲜呢 他行大 对 我行二是吗 这个我要批评你啊 因为好多相声艺人 愿意用伦理来找包袱 这个直接一点 这个但是我不喜欢 是吗 可是话又说回来 如果两个小孩说相声 一个六岁的一个七岁的 俩人站在那儿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 观众一定会觉得很厌烦 人家不爱听 这俩孩子怎么这么讨厌呢 这得难受 但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 谁是谁爸爸就怕什么了 对不行 什么岁数这也得弄清楚了 好 姓于明谦 不叫麒麟 这当然 英文名字是 没有 你瞧 我这么说还说晚了是吗 没有 一大帮起哄的 我刚说于老师的英文名字 他们喊安地 安地是我小儿子的英文名字 这又把我降下点去 余老师这英文名字叫什么 没有 没有啊 没有没有英文名字 没有英文名字吗 没有 那我小儿子怎么有呢 你小儿子有 跟我也没关系 我就没给你起一个吗 你凭什么给我起一个呀 我凭什么就不给你起一个呢 不是 你那意思呢 起一个吗 你知道他说的倒挺轻松 是吧 从现在开始 你的英文名字叫乔治 好吧 我叫乔治 你姐姐叫佩琪 嗨 我们姐俩还都那么社会 是吧 小猪佩琪 申盛文 掌声送给社会人们 是吧 请于老师原谅 别客气 我的文化水平有限 不矮了 尤其是我的这个英文 狗听了糊涂 你听了不明白 我 我怎么跟狗一块说了呢 请原谅吧 熟人才不讲理 才开玩笑 那是 我们在一块说相 半辈子 不短了 我认识他那会儿 我们都十六七 还年轻了 现在这都是土埋都眉毛的人了 我 我都埋过去了是怎么的 那老话怎么说 土埋半截 土埋半截的人了 对了 人是倒着埋的 好嘛 还不如埋眉毛那儿呢 时光荏苒 岁月穿梭 在后台看见 余老师都白头发了 我特别感慨 那就是年龄大了吗 我认识他那会儿 他还是个小宝宝呢 我什么时候还小宝宝 我现在我也觉得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 就别逞强 二十来岁站台上说相声 不值得累 年轻啊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那个玩一样 是 现在时间长了 腰酸腿疼 就是岁数大了 他媳妇都说我 我媳妇说你什么呀 你现在可不如原来了 谁说的呀 谁说 这句话干嘛 非我媳妇说呀 孙岳的媳妇也说 是啊 高峰的媳妇也这么说我 好多说相声媳妇 都说我 人缘还不错 竟交朋友了 就交这朋友 都说相声是语言 人缘的艺术 什么叫艺术 您说说 艺是演员的能耐 哦 术是把能耐卖出去 哦 这还分着解释 有艺无术 那叫诈骗 哦 有术无艺 那是商贩 不是艺人 哎呀 我这个东西这么好 那么好 美学的角度 人文学的角度 这个哪个 天花烂坠 说了挺好 最后一说卖票 一毛钱一张票 观众把剧场都砸了 我就这么狠的了 你就叫诈骗 不买票 为你花一毛钱都不值 你教育谁去 是 所以说这两者 得是一回事 有术无艺也不行 我摆个摊 卖个花生 卖个毛豆 有人买 但这个没有艺 不判艺术 纯是商贩 对 所以艺术俩字 搁在一块 不容易 这很难了 哎呀 现在这个岁数的 我们就好好地摄像 让各位开心就行 这是我们应该的 除了工作就在家看看孩子做个饭 过日子嘛 人生的乐趣 嗯 刚才那喊安定 我就挺感慨 怎么 一眨眼我那小儿子都四岁了 这多快啊 啊真快 嗯 您出来问我 您干嘛去 我说我 说像去 爸爸说像去 对 你往那边比划行吗 老往我这看什么呢 爸爸说像去 哎 在这听话啊 还是我呀 怎么了这是 争经这个就没意思 我争经这个玩意干嘛呀 笨五十的人了 你就没意思了 什么事 说孩子嘛 四岁的孩子 正是该管他的时候了 哎 要教育了 一岁两岁管他没有意 他还不懂事 哎 三四岁 规范一下 对了 听话 嗯 说话懂礼貌 应该的 不许撒谎 对 这是最重要的 他也纳闷 啊 为什么不许撒谎 你得告诉他呀 你三四岁的孩子 嗯 撒谎长长鼻子 哈哈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 匹诺曹嘛 对对对 木偶匹诺曹 嗯 撒谎长长鼻子 你就这么说 你就先教给他 对 真记得心里边了 小孩他单纯的 那天带着他 上动物园玩去 哦 进动物园 看见大象 他急了 说什么呀 你不要脸呢 说大象呢 撒谎啦 哎 他认真了 倒是挺可爱 是 医患跟千哥 合作了小半辈子了 嗯 眼前啊 老想 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事 这打小过来的 他 我刚认识他那会儿 我觉得 怎么可能呢 怎么不可能 八十年代末 我那会儿叫北漂啊 啊 漂在北京 上北京去漂着 也没有工资 什么都没有 是 挣点钱就够活着的 嗯 那会儿看他 这个人还有工资呢 那我有个固定单位啊 他在专业的取义团体 对 一个月挣八百块钱 那时候就不少了 馒头是一块钱六个 是那时候便宜的 演一段巷上 挣十五块钱 嗯 他挣八百 我这天啊 太多了 嗯 后来一想 他应该挣八百 怎么我就应该挣八百呢 有一个成语说的好 说什么 千八百的 不 嗨 哦 千八百的就是 我应该挣八百啊 很有钱 啊 戴着一个特别绿的戒指 那是脆的 那叫祖腹绿 酥 啊 不对 啊 不对 您说错了啊 那叫祖母绿 让祖母绿的 那还是祖腹绿了 那个 一回事吗 叫祖母 那叫正字叫祖母鹿 祖母鹿 对 这这么大个 人家戴着 看着 我的天哪 这贵啊 有的时候 一举手 弄个头发 整个脸 连脑子都是绿的 哦 那是脑子照的戒指 还是戒指照的脑袋呀 这个 好家伙 有的时候戴个帽子 这一举手 连帽子都是绿的 好 我手就别抬起来了 很厉害 胸口上还戴着一个大脆牌子 也是绿的 这这么大脆牌子 那个水头都荡漾 这水头还能荡漾 仔细一看 什么呀 戴着一个风油精 嗨 我这倒不招蚊子 我戴这个 可厉害了 行了 别抹了 我再抹就不荡漾了 挂在这 像我们这样的小兄弟 得有十八个 一大堆都跟着他混 我有点钱吗 这是我们的老大哥呀 大几岁 给我们训话的时候 还讲话呢 我戴好了 行 别抹了 行了 一会儿都不虑了 必须听我的话 要听话 顺我者昌 逆我者嫖 哦 我把上下游都把着 不听我的 嗯 我就诅咒你们 诅咒什么意思 组织人揍你们 这怎么解释的这是 或者步行街 步行街又是 不行就骂街 这都什么词啊这是 说你们为你们好 哦 说完了走 嗯 跟大哥 泡温泉去 哦 还带你们玩去 带玩 哎呀 那会儿吃饭 哦 人家花钱 是 喝酒 人家花钱 应该 喝茶 人家花钱 有点钱 哪怕去 那个地方 也是人家花钱 你先等一会儿 你先等一会儿 去哪个地方 新华书店呢 哦 你管新华书店 叫那个地方 哎 走 今天带你们去 泡温泉 这都高消费了 一大帮小兄弟 跟着人家去 去泡吧 到那儿泡不了了 为什么呀 锅炉坏了 哦 那是温泉吗 那个 嗯 拿锅炉烧的 叫温泉呢 温泉今天是凉的 哦 明天再来吧 明天来吧 明天烧锅炉 那不要紧的 嗯 跑不了温泉 带你们去动物园去玩 就是闲逛 带着我们一大帮 逛动物园 可以呀 一进动物园 看见大象 他急了 我说什么呀 你不要脸呢 哎呀 我爸爸告诉我了 你等一会儿吧 你撒谎 不行不行 我亲爹说的 行了 生我养我的父亲说的 我干嘛非砸死 是都不行吗 怎么了我这是 后来呀 天天这么花钱 我其实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你过意不去干嘛 我跟他说过 我说千儿哥 我也不知道您祖上 趁多少钱留到现在啊 干嘛 您有座金山 也有花光的时候 这叫坐吃山空 我个人认为 您应该做点生意 干点什么了 还劝我干正事 当然 我这也是皇上不及 太上皇级 对 这叫什么话呀 这叫 还占便宜呢 怎么说 皇上不及 太监级 他父亲就坐在旁边 哦 老爷子说对 什么意思 德纲说的太对了 同意你的观点 天天之二坐吃山空啊 哦 你是得干点什么了 好 当然我这是皇上不及 太监级 对 他哥他身上了 大伙都劝他 千儿一听 好 什么意思 我干点什么 我干点什么呀 这点 咱得说千儿哥这个人 听大伙的话 听人劝 老话说的对呀 怎么说 听人劝下三滥 对 下三滥啊嘛 听人劝吃饱饭 先吃饱饭 对 后下三滥是吗 啊 千儿哥决定 自己想干一个 电影公司 怎么 我要下海自己拍电影 好多私人的这种 影视公司嘛 有啊 千儿哥是第一批 那时候少 其实也有人劝他 你一个说相声了 你要拍电影 你这不疯了吗 就不是一行 千儿哥琢磨透了 我琢磨的什么呀 过去都说 隔行不取利 有这么句话 但是现在 隔行才取利 就取隔行的利 这叫跨界 现在有这新名词 原来我有个朋友 啊 卖糖的 糖 白糖 红糖 黑糖 砂糖 各种糖 他都卖 甜的那个 后来跨界营销 干什么了 卖胰岛素 这也是之前缺了得了 可能是 就最近让一大帮糖尿病人 差点没打死他 好讲 灌人糖来了 你不要小看这个跨界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您说 一辆汽车 在河边这么开着 开着开着 刹车失灵了 顺着这河边这坡就下去了 哎呀 大汽车开进河里面 呜 下去了 怎么样 水里边有一条鱼 嗯 啪 哎呀 撞死了 把鱼撞死了 这个鱼一辈子也想不到 它会死于车祸 谁也想不到 这个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弄死你的 未必是同行 一般都是跨界 哼 好家伙 这个教训总结得太深刻了 挺好 哦 千儿一说这个 我们都觉得说有道理 哦 真同意我 对呀 千儿告诉我们 嗯 沙士比亚的那句话 你们忘了吗 沙士比亚说什么呀 沙士比亚说 一千个观众 一人拿三块多钱 那就不少了 这什么乱七八糟 这是沙士比亚说的吗 哎呦 有这么句话 我记得是啊 乐意拍就拍吧 拍呗 民营的电影公司 要开始拍戏了 行不行 首先先得找个剧本 一剧之本呢 没有剧本拍什么戏啊 那是啊 于老师有一个好朋友 哦 做编剧的 编剧啊 学历很高 哼 什么学历 马小毕业 做麻辣小龙虾的 这 你说那是大排档吗 不是 马小是 马省理工附属小学 这嗨 人家有附属小学吗 哎呀 文化水平也高 写了很多好的作品 这有什么名字呀 写过一个特别棒的纪录片 纪录片的名字是 叫舌尖上的足疗 多恶心的这片子啊 可这个戏 闲丝丝丝 那就是该洗了 那叫 他写过一个外国题材的作品 名字是 罗米欧与罗米欧 俩罗米欧 怎么说 罗米欧与朱立叶 罗米欧与伽利略 什么呀 天文学家 罗米欧与朱英台 谁说 罗米欧与小白菜 什么呀 罗米欧这个娘们 逮谁跟谁啊 哎好嘛 太乱了 还写过一个古装题材的电影 名字 比岳王勾剑的宝剑 还要剑的一个大太监 明天剑 这听着就那么剑 这回一听说 俞老师要拍电影了 编剧拿出来自己 最心爱的一个文艺片的剧本 文艺片什么名字呢 这个名字太棒了 它叫 不是所有的虫子 都能变成蝴蝶 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哎呀 这后巴拉太水了 这名字 俞老师感动坏了 是吗 太文艺了 我还喜欢 不是所有的虫子 都能变成蝴蝶 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 行 那是不是按照 我的故事写的呀 啊 我就是他娘的蛆呀 定下来了 这个本子很棒 好 编剧也开心了 是吗 你听我的俞老师 哦 你就拍这个 是 这个戏一定会成为 史上最好的电影 史上最好 那就说这个事成型了 是吧 嗯 行 明白了 说这话 编剧就把这一坨剧本 拿出 一坨剧本干嘛 叫什么 一罗剧本 一罗剧本 对了 好 叫这一罗剧本 还是屎 您说这 没有这么罗的 有剧本了 需要找个导演 那必须 导演找到了 怎么样 也是一个跨界的人才 又是跨界 最早的时候是一个律师 这可厉害 后来那个行业不让他做了 就改行了 凭什么不让人做 他的能力太强 太强更应该好好做 哎呀 强得过分 怎么呢 你比如说有的案子 这个人可能要判三年 哦 这个要判四年 是 这个可能得五年 这都厉害呀 这案子只要到他手里边 怎么样 罪刺 死还 哎 啊 往回判呢 嗯 多少个随地土坛的 过马路闯红绿灯的 啊 经过他的处理 当庭就枪毙了 哦 嗯 好家 刽子手这是一个 双手沾满了客人的鲜血 那是别干了 后来律师那行给他K出去了 不干了 改行做微商 做微商怎么样 微商反正还行吧 怎么着 改行做微商三天挣了七十万 你叫人才就是人才 微商做得也好啊 他经卖假货呀 卖假货能挣七十多万三天 他卖假货让人把腿打折了 保险公司赔七十万 嗨 这跟微商有什么关系吗 这编剧导演都有了 还缺什么 找投资啊 对 没钱怎么拍戏 拍戏没有自己花钱的 是是是 来了一个大企业家 哦 投资方 光鼓完店 称八家 这位太有钱了 你要说你称俩传媒公司 称三个超市 不算什么 那没多少钱 鼓完店称八家 这叫实体啊 鼓完两元店 这两元能有什么鼓完呢 一进门给你一个塑料盆 随便往盆里边装 反正是两个钱一件 但是那个盆不能拿走 盆呢 那盆八块 好家伙 鼓完还不如塑料盆呢 一沟通 这老板乐了 怎么 我不是个商人 怎么不是商人 我是一个 电影策划公司的 负责人 他还有关系 我喜欢 有什么职业 我自己还有一个 电影中心 什么电影中心 我就是那个中心的 副新长 这都是名字吗 这副新长 于老一听 没见过这个身份啊 那是 主任经理老板 见过新长 没见过 对啊 副新长 太棒了 我还真信了 到您公司去拜访 我去看看他 约个时间就去了 一进门 副新长等着呢 是 签来了 来了 脱吧 干嘛呀 干嘛呀 这有一池子 里边养了好多 那个小鱼 干嘛的这是 泡脚 吃脚上的死皮 那倒是有这个 脱了鞋 脱了袜子 泡泡脚 我来了就先泡脚 再会儿吃饭聊天 俩人跟着泡脚 好多小鱼过来 吃脚上的死皮 就说说吧 电影叫什么名字 不是所有的虫子都能变成蝴蝶 因为有的是他娘的蛆 对 别提这名字 副新长感动坏了 太感动了 这是不是照着我的故事写的 嘿 别跟我抢 你看啊 二蛆相争必有益上 这哪有蛆呀 没有 这事定下来了 怎么着定了 多少钱都是我来投 他给钱 擦擦脚 起来 喝酒吃饭 你家还请客 庆祝啊 哦哦哦 开了一份红酒 嗯 俩人对面而坐 是 菜也上来了 什么菜 一大盘子 什么 红烧小鱼 哦吃小鱼 那咸丝丝啊 足疗店唠出来的 嗯嗯嗯 吃 高兴啊 哎 一条都没剩 全吃了 吃 吃完了 钱说 再泡会儿脚吧 对啊 再来会儿吧 副新长有点害羞 怎么 泡脚可以 是吗 没有小鱼了啊 鱼呢 刚才都吃了 没听说过 太恶心了 这个 投资也有了 啊 接下来要找女一号和男一号 要找演员了 找了个女一号 女一号怎么样 很一般 呦 干什么的呀 是个模特 哎 模特应该漂亮 车模 这不懂 车模更漂亮 不是 但是大家伙都知道 车模都更漂亮啊 插车的车模 插车还要什么车模啊 插车的车模 啊 来这么一个姑娘 哦 还行反正 过得去 就是身材一般 身材怎么不好 有点螺圈腿 不是报道呀 穿上衣服 好看的那衣服 一折就折过去 不好折 怎么呢 穿上旗袍啊 这个腿在外 好家伙 这坐汽油桶上了 这是 背个发动机 就是独轮车 好家伙 就这么厉害 这个脸长的呀 如果要整容去 估计得两块钱 那不用怎么整啊 一块钱 坐公交车到那 大夫说 弄不了 一块钱回来 好家伙 就没有什么整容的必要 是吗 别的女孩 笑起来很好看 那她呢 看起来很好笑 实在不怎么样啊 这个 签说行挺好 便便宜的用它吧 就用了 男一号得多花点钱 男一号找一好的 找了一个韩国的影星 韩国的正式配上了 这个韩国的男影星 姓朴 名字这姓有点 有人笑啊 我得提评你们啊 怎么呢 朴人家只是一个姓 姓金姓朴 在那大姓 有 不要多想啊 有姓朴 人家姓朴 姓朴 叫什么呢 不成 你看这名字装上以后 就感觉很正直了 是吧 那些姓 朴不成 后来这个 有人劝他 你以后在中国发展 你这个姓容易引起误会 对 这是中国名字吧 你就当改个艺名 就是啊 台乡也对 找钱 孙礼 改一个吧 找一个姓 姓钱 钱是听起来富贵啊 钱 打这起 姓钱 叫什么呢 不够 钱不够 我说怎么朴不成呢 你不要这么窝窝窝窝窝 这都是人名字吗 您说 你别叫这名 这个人在韩国是得过奖的呀 得过什么奖啊 得过这个金烧鸡奖的提名 就做熟了 他拿走了 闲丝丝 就别提这个了 挑剧本挑得厉害呀 就那么严格 差一点的戏 不去 你瞧瞧 跟人家闲了二十来年了 那就没去过什么戏呀 他这个 天天跟人家带着 早晨一睁眼 蹲着一箱啤酒 干嘛 一瓶一瓶把它喝完 这一天 一箱啤酒多少瓶 大箱的那是二十四瓶 早上起来 一箱啤酒 二十四瓶 马在这儿 一瓶一瓶喝 喝完了 睡觉 这酒腻子 这天早上起来 一箱啤酒蹲好了 一数二十四瓶 满了 电话响了 余老师来电话 朴布城接电话 很开心 别提这朴布城 哦 吉林斯米达 比黑龙江斯米达 大斯米达 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是 吉林的大米 比黑龙江的大米 大四个米那么大 这什么乱七八糟 我哪会韩国话去 您就学了就完了 你说这个事很开心 一开心没站住 啪 怎么了 坐在啤酒箱子上 摔了个跟头 站起来回头一看 怎么样 剩二十三瓶的 行了 别输了 你瞧这 怎么喝都是喝 反正 怎么办呢 还没开盖 行了 关键是大瓶的 别别乎了 到医院一检查 大夫说 您这已经伤到扁条线了 好家伙 这瓶是不小这个 来不了了 那是别拍了 拍不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日子都定下来了 要开机了 那有办法吗 千哥急了 我自己来 对 我也能演戏啊 对啊 说相声本事也是表演的 就是啊 我捧自己吧 这多直啊 导演不同意 你脸上有皱纹 我岁数大了 你跟我想象中的男一号 在年龄上 差一个多星期 这导演有点忒苛刻了吧 强迫症 给余老师送到那叫 整容医院的 干嘛叫整容啊 往脸上给他打了一泡尿 对 打一泡尿 没听说过 什么打一泡尿的嘛 这人都说吗 打一针 打一针那叫剥尿酸 往脸上剥一尿 然后什么叫剥一尿 怎么怎么 就这针的名字叫剥尿酸 我觉得那尿是酸的 你喝了 我没喝呀 山西人的尿是吧 什么呀 酸的吗 不是那名字 打一针剥尿酸 剥尿酸 对了 平整了 撑起来了 选好日子 今天开机了 这大吉啊 这是一个优美的爱情故事 还爱情题材 说是在一个遥远的国度 王子爱上了公主 我就喜欢这题材 车模扮演的就是公主 就他演 于老师扮演的是王子 我们俩对手戏 王子的名字叫 独咕咕独咕噜咕噜嘟子 太难受了 预备 开始 拍了 第一场戏是于老师站在山的这一边 是我的戏 呼唤山那边的公主 嘿 于老师画好了妆站在这 哦 苍天哪 大地啊 嘿 老少娘们们 娘们们 什么话 老少爷们们 有爷们儿就有娘们儿啊 好 全来了 我是王子 嗯嗯 我的名字嘟咕咕噜咕噜嘟子 不用自我介绍 我的公主你快出来吧 来没来呀 话音刚落 公主大山那边过来了 真来了 可不是走着走 她是 骑着大象 真有气派 一看大象于老急了 我说 你不要脸哪 我怎么又来了